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踏入冬天主人都会开始为宠物保暖 兔仔身上的兔毛有相当的保暖作用 但冬天气温较低的时候 主人可以为兔仔做好防风措施 养了兔仔五年 在香港兔友协会做了兔义工两年的Claudia 会为大家示范一下简单的防风措施 我们一般都会建议15度以下的温度 首先就会把窗戳关掉 把兔龙搬到近窗戳当风的位置 避兔兔仔被风吹到 而12度以下的温度 我们建议兔仔可以 即我们将毛巾盖在兔仔的兔龙上 盖的位置就是上方和左右那边 就帮兔仔绑风 在冬天主人亦要留意兔仔的饮食 可以因应兔仔的进食情况 稍为增多木草的份量 主人亦可以兔橡筋在水瓶水满的位置 留意水位下降程度 观察兔仔的饮水量 如果在冬天的时候 主人发现兔仔没有饮水的 或者饮水量太少 有可能是因为水的温度太低 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可以用一些长效的保温包 包住水瓶 并且用一个厚身棉质的蜜 套住水瓶 可以保持温暖 至于帮兔仔穿衣 用暖爐等等 就绝对不需要 香港外护动物协会受医 Dr.Mc Downey 也提醒大家 过分保暖 反而会令兔仔感到不惜 人们经常把兔仔的感觉 通过各种类型 但是这些兔仔 生活在一个更冷的环境 他们能够適合更冷的温度 比普通的温度 他们能够適合更冷的温度 他们能够適合更冷的温度 我肯定够適合更冷的温度 16度 20度 是正常的